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世间社会动乱不安的现象 生活很痛苦啊 无论在物质在精神上啊 非常痛苦 这是什么原因 我想诸位同学 大概有不少啊 都知道禅宗六族慧能呢 有一个风动翻动的故事 印宗法师讲占盘经 下面有两个人坐在后面 两个人就发生争论 你看他不好好地听见 他们两个人在吵架 一个人看到外面那个翻了 风吹着翻着动 一个人是翻动 那个人不是风动 这个是翻动 两个人整论不休 这个翻着动乱了 慧能大师看到这个现象 告诉他 不是风动 不是翻动 人的心动 你们能不能听懂我说这话的意思 社会有没有动呢 没有 是你的心在动 所以是社会在动乱 你的心要不动呢 这个社会太平无事 没事啊 谁说这动乱啊 一个道理啊 你能把这个故事 惨透了 这个社会是安静的 所以 诸佛如来 硬化在九法界 无论是逆境顺境 统统是极灭项啊 什么原因 他信不动 证明了 佛在经上常讲的 静随心转 一切法从心向身 这话得到证明啊 你心清静 这个世界是清静的 你心乱 这个世界是乱的 你心里面充满了虚幻 这个世界是虚幻的 如果你心里充满了真实 这个世界就叫一阵法界 千变万化了 从哪里化了 是你自己念头上其变化 与外面清静 毫不相干啊 你能体会到这个意思吗 所以 诸佛如来 法神菩萨 跟我们在一起 人家住净土 人家住一阵法界 我们住苏婆世界 住在这个动乱不安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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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地之 这个之间 苦不堪言 去学佛 没有变 至少 你要学到 能转境界 人家住一阵法界 任言经上所讲的 若能转无 则同如来 转无就是你能转境界 无论是 利尽 顺尽 善于 卧远 在你心目当中 是平等的 你在这个境界里头 绝对没有分别 绝对没有执着 这个境界就平了 如果你再能在境界里头 不起心不动念 那就恭喜你了 你已经入一阵法界了 你跟祝福如来 同一个境界了 功夫要从这个地方用